今集我想跟大家介紹維卓士 我也不知道是否新出 總之是維卓士13mm f1.4 因為這支鏡子我用了幾次後 我發現是一支必買的鏡頭 究竟這支鏡子在哪裏呢 介紹鏡子 你又不拿這支鏡子出來曬曬 這支鏡子其實現在是在相機上拍攝 就是在使用這支鏡頭 話說早前我有在想要不要買Panasonic S5 在我的群組都知道了 聊了幾晚 打算落單 為何會想買Panasonic S5 其實就是因為它本身跟那支鏡子 一來它畫得好 其次就是它本身跟那支鏡子 是一支20-60mm鏡頭 其實很適合我用 因為這期經常都要有Vlog或單兵作戰 出去拍攝自己 新車拍報也好 或者拍Vlog也好 之前用富士沒甚麼 是覺得它還未夠 差一點點 如果有20就好了 就不停可以去找鏡頭 其實富士有一些差不多的鏡頭 有一支14-2.8 有一支蔡司的12-2.8 但其實14那支 因為都好像出了一段時間 它的對焦其實都是有一些 舊式對焦 很像我上網看review 簡直簡單這個不是太適合 蔡司的那支 我覺得是18mm的畫星圓 要來拍Vlog很厲害 其實這支也會有Vlog問題 但20mm我覺得足夠了 而且那支很重 其次就是那支貴的 不停在那邊看 都找不到 所以最後就打算落單買S5 誰知就讓我遇到這支 為卓士的13F 1.4 剛剛好 3mm成1.5 即是大概20mm 我拍Vlog也適合用 我拍甚麼都適合用 其實拍女生也適合 其實我經常都說 20mm 喜歡用Ultra Wide來拉長腿的話 24你可能覺得不夠 再廣角一點 你就可能拉得太誇張 20mm是一個Sweet Sport 如果有記得以前Casio 一部自拍王的話 那時自拍王的鏡頭是20mm 所以拉長腿或是瘦臉 其實都有些效果 當然我買這支鏡頭 不是為了瘦臉 先說一下鏡頭 為甚麼我會說這支鏡頭是必買的鏡頭 首先要為拍Vlog的話 這個焦距真是無敵 有20mm 有1.4 你知道其實附自己Lowlight 始終是APSC 不是太行動 拍片有時暗得真的爆霧 有1.4 其實也不錯 買之前其實我對Filtros的畫質 沒有甚麼好大期望 但那一晚我看到這支鏡頭 我已經立即落單買了 我都沒有甚麼做功課 立即買不用想 買了才來做功課 我看過很多人來的評論 其實這支鏡頭的成像 畫質是非常好 買回來實際上用落 我都同意的 中間很鮮明 神奇的是邊位的畫質 都相當不錯 其次 它的呼吸效應 亦出奇地低低低低低低低 簡單來說 拍片拍照也適合用 其實很多我喜歡拍照的 其實要來拍照 用1.4來拍照 其實出來的畫質也不錯 但老實 我不拍照 而且在澳門光害那麼厲害的地方 賭場長期開燈 都不可以拍到甚麼 所以我都沒有去試 但我看過很多評論 反而這支鏡頭的畫質 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對焦速度方面 其實我都沒有甚麼特別去試 因為我都是大部份用這支鏡頭 都是拍片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現在這樣動前動後 你覺得 追不追到呢 但現在這樣試 追不追到可能就是 富士的對焦 夠不夠快 未必有關係的 但我不覺得 對焦會有很大的 不滿意 因為始終這些超廣的鏡頭 如果行程不長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對焦的問題 但在實際用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是 未必關於鏡時 可能富士的對焦真的差一點 就是一支超廣的鏡頭 拍攝人 尤其是人比較小 你要拉長隊的時候 就很容易對焦對到後面 我之前出過一條影片 就是Predding的Behind the Scenes 那裡都有提及過 所以如果你用這支鏡拍攝人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點去確定焦 而且因為富士的拍攝JPG 它會做了一些Sharp屏 所以勾一點點 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它做了Sharp屏 但你回來開張RAW出來的話 就會看到了 但當然啦 拍富士的都是用JPG 我當天那些結婚照片 本身都不如說撿照片 但結婚照片 基本上富士的照片 我都是純的JPG出街 甚至乎我剪片的富士照片 基本上都是用富士JPG直出那張 反而Nikon的剪片時 我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我都要撿一下才放到影片裡 但富士的那些真的不用 就這樣就可以了 說說有沒有缺點 其實缺點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好大缺點 它的樣子不是特別英俊 其次就是重 相對於其他富士的鏡頭 它是比較大支和重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拍VLOG的話 老實說 相對於我之前用15-45來拍VLOG的話 手的負擔明顯是重了 這個沒有可否認 而且因為整個重量在前面 變成你這樣拿著的時候 手真的會累一點 這個你自己提醒 如果你真的喜歡拿著拍VLOG 是真的走一條街 說十分鐘的那些 你就不要用這支了 因為你一定受不了 但如果你說你拍VLOG 只是有空舉起 說兩句 或者像我一樣 直接用一支腳架 因為我拍VLOG其實是用三腳架 不是大家平時扭出來的腳架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為什麼 我是用一些碳纖的 真的那麼長的一支 開到三腳 伸到中軸的三腳架去拍 如果你說 只是有空說兩句 然後好像我現在這樣 設置腳架 然後就不用經常拿著 那確是可以的 如果你說純粹是拍照的話 我就覺得你不要想了 買了 因為這支鏡其實不貴 兩千多元 那兩千多元買到這個質素的鏡頭 自動對焦 不是手動對焦 因為其他廠都有出一些 那麼小的鏡頭 但可能是手動對焦 但難得這支有自動對焦 畫質又OK 中間又OK 角落也OK 接著的briefing 又做得好 雖然我拍片 我不是很理會那支briefing 但它真的沒有briefing 所以其實你現在看了這條片那麼久 你覺得畫質如何 或者追焦 我現在這樣動來動去 其實是不是OK 要來拍vlog 是不是真的富士 要來拍vlog 會說跳得很厲害 你現在都看了這麼多分鐘 你覺得怎樣 留言告訴我 或者在我群組裡聊天 這一集到這裡 我們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